原标题 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比如历史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只是皇宫里的一个小小宫女 却因为一次偶然发生的意外生下龙子 并将本已终结了王朝 又延续了195年之久 这个传奇女子就是唐继 唐继小名唐儿 她虽然天生丽质 面容娇好 但却身份低微 只是汉影帝宠妃成绩 身边的一位侍女 成绩温柔妩媚 深得汉景帝喜爱 虽称不上独宠专房 但得到的语录也远超其他嫔妃 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里 有三个都是成绩所生 分别是公王刘宇 江珠翊王刘飞 娇西渔王刘端 这一日 汉景帝醉酒后又来到成绩寝宫 亦遇宠幸爱飞 但不凑巧 这一天成绩刚好来了 越是不方便事情 汉景帝兴趣正浓 成绩万般无奈 下想出一条妙计 将身边长相和身形 都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侍女 唐儿推上楼房 在成绩欢 唐儿虽然少女出长城 又害羞又紧张 但她没有拒绝的权利 只能听任主的安排 而汉景帝 她当时已经明顶大罪 根本没有认出来 于是她就把唐儿当成成绩给宠幸了 次日起床 汉景帝才发现身边的不是宠妃成绩 而是一个没什么印象的小宫女 好在汉景帝性情仁慈 她既没有责怪成绩 也没有惩罚唐儿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就这么一次唐儿就怀孕了 不久后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刘发 后来刘发以皇子身份受封类长沙王 但唐吉却一生无宠 再也没有得到过皇帝垂青 公元八年 王莽篡位次帝 西汉灭亡 公元二十三年 刘秀率更是军破长安 沙王莽 公元二十五年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史称光武帝 由一代英主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 享国一九五年 而这个刘秀 正是汉景帝与唐吉的七世孙 试想一下 如果不是当年的阴差阳错 大汉王朝的命运又将几何 内容出处 诗记五宗世家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 王传帝二十三返回搜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 sab二十样ubby》 有道 acho 2019hor slog 写武帝 永远 第二天 几三四年 应该 几三千 之前 前 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